那在军事上我要特别请教一下这个丽将军 因为我就说在这一次大家觉得很奇怪 当这个镜头 这个摄影师也可以稍微近看一点 这就是当时爆炸第一时间 那个不听劝告没有离开的医生 后来他还好幸存 他站在遗体堆里面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还要向全世界控诉 但是你看到事后公布的影片 包括那个停车场 有停车场的照片吗 丢出来给我看一下 那个停车场的照片 大家觉得很奇怪 因为据说第一时间的描述 是炸弹是落在停车场 然后停车场 停车场爆炸 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 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停车场的车辆 如果有停车场的照片 丢出来一下 就是那个停车场的车辆 如果说爆炸下去 那个车子可能应该是粉碎吧 或是一半不见了 但不是车辆基本上都是完整的 但只是烧全部都烧焦 所以你看到没有 它的这个车辆都是完整 连脚踏车什么都是完整的 但是就是有这个焦黑的一个场景 然后昨天讲说地上有个坑洞 有个坑洞 但是坑洞也不是很大 也不像一个炸弹的情况之下 本来说弹坑像脸盆大 好像也没有 然后呢 这个停车场的情况 再加上屋顶也没有塌陷 建筑物也完整 所以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 就是说为什么在建筑物完整 然后停车场车辆的这个也没有解体 也没有致力破碎的情况 好像炸弹威力并不大 那为什么会这么多人伤亡 当然了死亡人数 我们看到这个加萨事实上有提高 加萨卫生部说其实不止500人 是700人 第一时间说500人 后来加萨卫生部说700人 不过现在美国说可能没有那么多了 大概只有300人了 300人也是够多了 回到刚刚那边 所以我就要请教一下这个丽将军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在那样的一个轰炸之下 会死这么多人 以色列军方说 从这个炮兵雷达测量的火箭炮台的 结合监听 说火箭发射的位置 距离爆炸区不到300公尺 今天你知道 这个网上的专家很多 丽将军也是专家 就说这个火炮 照理说哈马斯是要打以色列 有相当大的距离 所以他的火炮有一定的仰角 当他可以打得到以色列的 那个仰角当中 你可以算得出来 会有个最小射程内的射击死区 也就是说他就算是失误的话 他也掉不到他的射击死区里面 大家懂吗 这是数学上一个仰角 你要能够打到比较远的以色列 他的仰角的射击死区是大的 所以掉不下来 所以怎么向来看 你要说是火箭炮不小心打 就炸到了自己 以那个仰角对应的仰角的射击死区 来看是不可能的 还有现场没有明显的弹坑 车辆也没有被压扁 爆炸物不是直接触地的 炸弹有两种 我现在才知道 就是说一个是掉在地上 碰到硬地爆炸 一个在空中爆炸 空中爆炸的这种精确的导引弹药 它可以精准的控制 来是怎么个炸法 我们也有影片 稍后从影片当中 我请这个李将军来解说一下 来导播没关系 你就先丢一段 来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对啊 这个影片就是你看 空中爆炸完之后 地面上才会随即爆炸 很短的时间 大概一秒钟左右 这种炸弹 它是个示意图 不是当时的情况 我强调这不是当时的情况 这种炸弹是这样 它不是落地之后 爆炸有没有 在空中它会先爆炸 爆炸之后 地面上会有没有 整个火烧起来 地面上的伤害 极强极大 所以这就解释了 地面上没有大弹坑 有没有 汽车没有整个烂掉 另外一个是当时 有人拍到飞弹来 在加萨医院附近 来导播把声音也放出来 但是你能看到这个 警告声音也响起了 好 我们看到这个影片 当然在黑夜当中很晃动 你比较难发现 它的这个确切的位置 没关系 我先请了 李将军解说 然后请导播把它放到 中间的大框里面 大家再来仔细看 所以李将军请教一下 你来判断 以这样一个爆炸的情形 刚刚画面都给大家看了 它会是用什么样的炸弹 这种炸弹哈马斯有吗 第一个我先讲 所有的武器 都会因应你作战的需要 来制作这种武器 比如说我们要这个 战斗直升机来讲的话 它纯粹就是争取空忧 我们要轰炸机 我们就希望能够远程的轰炸 然后甚至于潜舰 我们有分 这攻击型潜舰 或者战略型潜舰 或者是航空母舰 或者驱逐舰 都有分 它每一样武器 都有它作战的任务 我这边要特别跟各位说 包括这种炸弹 也都有它的特殊的作战 要它需要它的爆炸型战 现在的人类很可怕 发明这种武器 它可以针对它的需要 来发明这种武器 比如说我现在先讲一个 大家比较常听到的 尾翼脱壳穿甲弹 就是平右弹 平右弹打出去什么样子 我没有打过平右弹 我们台湾没有平右弹 但是我们有穿甲弹 穿甲弹打出去什么样 我们去打战车 打战车打上去 大家就以为说 这战车已经爆炸 不是 你打过去你看 它的战车都还好好的 只有一个洞 但是那个洞可以烧穿 整个钢板烧进去 这个就是这种专门打战车的 我们叫穿甲弹 所以你听那个炮兵 或者是说那种战车兵 他们在下达作战口径的时候 都会下载下一个 就是装药装药 隐性隐性设计几秒 然后穿甲弹或高爆弹 它就选择它所需要的弹药 它打战车 它用穿甲弹 那个武器脱壳又打开来以后 它就是跟一根标枪一样 射到那边 那平勾弹就是它很硬 它可以射穿那个 跟一件一样射穿那个战车 然后射穿以后 它在里面爆炸 在里面爆炸 利用爆炸碎片 把战车里面的人员杀伤 所以这辆战车里面 外表看起来是没有事的 它只有一个洞而已 可是里面的人员 因为破片会烧伤 那我们坐在 为什么要空炸呢 其实空炸是 对人员的杀伤力是最大的 对一般的地面上的人员杀伤最大 是最大的 空炸的一份 对 空炸是最大 打到地面来讲 因为你趴在它旁边 趴在地上的话 它爆炸成45度角来讲 上去的话 你反而你在它旁边 你不会被炸到 我跟各位讲 我们在金门的时候 我们就拿手油弹当空炸 怎么样用手油弹做空炸 因为金门那个海边 有很多礁石 那如果说敌人那个水轨上来 它都趴在礁石里面 你拿机枪去打不到它 它趴在礁石后面 你折着武器拿不到 那你手油弹又不见得能够 丢到它 刚好丢到它 我们用什么方法你知道 我们用铁石 拉一条线拉到 就是都从那个碉堡里面 拉一根铁石拉到海边去 然后手油弹挂在铁石上面 一拉滑下去 然后手油弹空中爆炸 你趴在礁石里面 你一样炸到 为什么 为什么空炸的这个 因为空炸它是 它所有碎片就往下了 就往下 对 它四面八方360度 对不对 这应该球状一样爆炸 全面覆盖 那如果说你地面爆炸的话 我们知道它大概就是 45度角或多少度角的 那种碎片这样炸上去 它不会从旁边这样炸出去 所以你刚刚看到这一影片 你觉得这个医院 以目前它的建立完整来讲 应该是这种 那我特别来讲 这种武器 我觉得很残忍的一件事情 很不人造的一件事情是 它就是发明 研究这种武器 来做城镇站的武器 我这边 我特别去找到这种照片 大家跟刚刚你看那个影片 那种爆炸场面 是不是一样 这又是所谓GPU 那我们所谓GPU 这是之前 就是爆炸之前 下面中间这一格的 是爆炸的时候 一团火球 是不是跟我们刚刚看到的状况一样 第三个 第三节的大家看到 它炸完以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它中间没有什么弹坑 但是它里面的这些假人 全部被炸毁了 然后你就看到 它的建筑物都玩好 对建筑物都玩好 所以这种炸弹是专门 制作来 就是做城镇站 来杀人的 避免伤极无辜 避免伤极无辜 对 所以那种炸弹 我们有一个名字 我想这个亮哥已经 刚刚有讲 叫做小直径的GPU 这个导航炸弹 它为什么要做小直径 就是我不要伤极无辜 我不要有太大的杀伤面积 那它这个 你看这边写着 就是它的壳它不是用金属 金属爆炸以后 金属破片杀伤力 会炸到600公尺远或更远 对不对 那对人的杀伤力很大 那它用了什么 一个碳纤维 就是不要用这种钢片 破片来伤害无辜的人 可是它用的火药 它是碳纤维取代金属壳 对 装填了像这种乌合金粉末 但是它这个也有杀伤力 它当然有杀伤力 它的杀伤力变成什么 就是那个能量全部集中在一起 就是它不会四散喷出去 它是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 你只要在这个地方 我就是爆炸的范围可能局限于在 这个100公尺 我不会炸到600公尺那里 可是这100公尺里面 我是保证绝对千灭 所以它就是小范围的全灭的概念 而且是小范围全灭 也就是它里面的火药也不是TNT 也不是那个 它那个火药叫什么 还特别贵 它那个火药我这边特别去查了 叫做重度顿性金属高爆药 它是这种火药 简称英文叫DIME 就我们以前不是讲TNT 或者是什么C4那种 它不是它是DIME 这种火药装在里面 它就让这个爆炸的范围 不会很大 所以像它对付医院 因为医院就是一个 很特定的一个小范围 所以你从这个画面 从这个杀伤事后的情况来看 它应该用的就是这一个 所以在医院会造成局部 这么大的伤亡 但是周边反而没事 建筑屋是完整的 它不希望说伤及无辜 我们讲说伤及无辜就是 医院里都是无辜 对 它就hold在那边伤及 其实另外我们记得 10月7号刚开始打的时候 10月8号以时有一段影片 他们自己公布了 它就大一栋大楼 你有看到那种大楼当场 就像垂直倒下来 其实它今天打电话 给那一栋大楼 说我们几天几分要轰炸 然后你们记得赶快去拍 所以记得把角度架好 你看那拍的那种镜头 就跟电影一样 都已经选好位置了 然后几天几分的时候 刚好它那个炸弹就来 就是类似这种炸弹 那你特别注意到 第二个我要讲的 就是说我自己的经验 无论是首途战 炮弹那种轰炸 我见过很多了 现场我也见过 通常那种传统的炸弹 爆炸是一传黑烟上来 就电影里面会有火光 对不对 那真的炸弹 你在现场看的话 你看到只是一传黑烟 这样喷出来而已 可是这次的爆炸 我们看到是 就是那火光 所以它真的就是 我想说就是 我刚刚讲的 就是中间这张照片 但是像这种炸弹 哈马斯有吗 哈马斯一定没有 一定没有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说 因为它价位很贵 这种炮弹你不要看 它比传统的炮弹价位还要贵 所以到这里 大家就是很清楚了 这就是我们烙碗爆 不断丢出科学的一些证据 大家来看 从记者的讲法 从这个什么样的炸弹 还有这种炸弹反推回来 当然以色列是有 大家知道美国是有 那哈马斯都是图置炸弹 以它的这个杀伤规模来讲 也不是哈马斯会 这个有可能的 所以到这边应该是蛮清楚的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绳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hoşDS tsunami 你怎么可能替了 治愿 吧 这个